500名不滿警方民眾圍堵泰國暴吉的塔狼警局 警方就手持警棍拿出木板抵擋民眾衝進來 不過就顯得有些雞手鴨腳 包圍行動由星期六晚開始 民眾不滿兩名在電單車上的青年 因為未有在警方檢查站下停下 被出動追截的警車撞死 事件觸發多人示威 認為警方濫權要求警方查證及解釋 民眾燒車虧粉又搭起帳篷倒截道路 原本要去機場的旅客都未能趕到機場登機 警方強調在兩個死者身上手出一公斤毒品 不過民眾就沒有理會 更越來越激向警局扔野 防暴警察其後到場增援 事故中至少有九個車被焚毀 警局玻璃槍碎了多人受傷 凌晨大概3時半警方與示威者達成共識 示威者解散 到星期日早上雙方會面 警方強調會確保公正解決事件